Toyota新一代的Prius 大家有注意到嗎 這台車外型實在夠帥的了 討論度也很高 我這台車我個人超期待 我從要試車之前 我就非常期待 就找了非常多的資料 結果拿到車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 哇 這是Toyota嗎 我們說以前都說本田魂 對不對 現在都是Toyota 你激動了 那個車真的 你沒有想到說 節能跟性能可以完美融合 這零到一百六秒台 我們沒有想到 為了小七講這台車 我們要逼一聲 有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太開心的感覺 我覺得太開心了 我試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我要買一台 這個一定要來買一台 這個實在是 因為純電行駛 它有兩個版本 純電行駛一個比較長的 是可以九十七公里 對不對 所以一般人 你要把它當電動車來使用 那也是充分可以 我跟你講四代我有買過 四代其實才 續航才四十多 十億上四十多不到五十 我就可以當電動車開了 而且這次動力因為加大了 開起來也變更好玩 電池都到十八度以上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日常使用性很高 而且這偶爾還可以去跑一跑 這加速好快 我記得我們去試駕那一天 真的在路上的時候 有注意到民族 它就會盯著看 對 就是顏值這一件事情 也太加分了 真的 小蘭也喜歡它 車頭很像法拉利 小法拉利 大家都這樣講 地球網際線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手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這是速力效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我們到現在的想法動氣 要選到你也看到嗎 台下油門 地球網際線邀您一起上線